年过六十还吃生姜 医生提醒要想再活二十年 四物能不吃就不吃 哎呀老王 没想到能在这儿遇到你 这么多年没见 你的身体看起来还不错啊 公交站台上突然倾盆大雨 王医生一眼就认出了正在躲雨的老同学张大爷 张大爷是某国企退休的工人 平日里也没什么特别的爱好 就是喜欢四处转悠 赶上天气好还会去公园里练练太极 张大爷一听这声音 抬头一看果然是他当年的老同学王医生 哟老王真的是你啊 你这还在医院忙着呢 来来站这儿躲会儿语 两人站在站台下一边躲雨一边聊了起来 王医生一边掏出伞一边笑道 是啊退休也闲不住 医院还总找我回去帮忙 说起来最近接到不少上了年纪的病人 很多人都有个毛病 特别爱吃生姜 张大爷一听这话眼睛一亮 哎哟老王 你还真别说 我最近也是听说生姜对身体好 天天早上都要泡点生姜水喝 你看我这精神头是不是好了不少 王医生一听 眉头一皱 老张啊 生姜虽好 但也得看怎么吃 谁吃 咱们这个年纪的人 有些东西还是得慎重张大爷挠挠头 怎么个慎重法 王医生笑着说 你看咱们这个年纪身体各方面功能都在退化 消化系统也不例外 生姜性新温 有刺激性 长期大量食用可能会对胃肠道产生负担 尤其是有些老年人本身有胃病或者其他慢性病 生姜吃多了反而可能会加重病情 张大爷一听皱起了眉头 这么说 我这每天喝的生姜水还得考虑考虑啊 王医生点点头 是啊 老张 你看看 我前些天接诊了的七十多岁的病人 老是觉得胃疼 一查才知道他天天吃生姜 结果胃炎都给吃出来了张大爷大惊 还有这事儿 那除了生姜 还有啥是咱们老年人不能随便吃的 王医生摆摆手说起来 老年人的饮食确实要讲究些 除了生姜 像红肉 高糖食物 腌制食品这些都得少吃 尽量选择清淡 易消化的食物 张大爷点点头 说 那你说的红肉 是不是就是猪肉 牛肉这些 王医生解释道 对 红肉指的是猪 牛 羊 这些肉类 这些肉含有较高的饱和脂肪酸 长期摄入过多 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而且 咱们上了年纪 消化功能减弱 红肉不容易消化 容易导致胃肠负担 张大爷若有所思地点头 说 那高糖食物呢 王医生继续说道 高糖食物包括糖果 甜点 含糖饮料等 高糖饮食会引起血糖波动大 增加糖尿病风险 而且 过多的糖分还会影响免疫系统 增加感染的几率 张大爷笑了笑 那腌制食品我倒是知道 咸菜啥的得少吃 听说这些东西还致癌 王医生点点头 对 腌制食品中含有大量的盐和亚硝酸盐 长期摄入可能增加胃癌的风险 而且 高盐饮食还容易引起高血压 咱们这个年纪的人还是得少吃 雨渐渐小了 张大爷突然想起来 那老王啊 既然有这么多不能吃的 那咱们老年人该吃些什么呢 王医生笑道 其实 健康饮食并不复杂 多吃新鲜蔬菜水果 颧骨类 鱼类 豆类这些食物就行 特别是富含膳食纤维和维生素的食物 对身体好处多多 张大爷点点头 那我以后得注意了 不过 老王啊 你看我这年龄 平时还吃点啥能对身体好呢 王医生想了想 说 除了饮食 还有几点也很重要 比如适量运动 保持良好的心态 规律作息这些 都对身体有好处 张大爷笑了 那我这每天去公园练太极 算不算适量运动 王医生也笑了 算 当然算 太极拳动作柔和 不仅能锻炼身体 还能帮助平衡心态 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 正说着 公交车来了 两人相约 改天再聊 王医生叮嘱张大爷要注意饮食 张大爷则表示 一定会听医生的话 张大爷回到家后 越想越不对劲 为什么这些东西对年轻人没事 对老年人就有那么大危害呢 他决定进一步研究 结果发现了一些惊人的数据 数据显示 随着年龄的增长 人体的各项机能逐渐退化 特别是消化系统和代谢功能 一项研究表明 60岁以上的人群 消化酶的分泌量会减少约30% 直接影响食物的消化吸收 此外 老年人的基础代谢率降低 身体处理糖分和脂肪的能力变差 容易引起肥胖和血糖波动 这些数据让张大爷恍然大悟 原来 年龄增长不仅是身体变老 还意味着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在慢慢减速 理解了这一点 他对饮食的选择有了更深的认识 一天 张大爷带着问题又去找王医生 老王 我有个问题 你说 既然老年人的消化和代谢能力都在下降 那为什么有些老年人吃得少 反而更容易营养不良呢 王医生微笑着说 这是个好问题 营养不良与食物的摄入量无直接关系 而是与摄入的营养素种类和比例密切相关 老年人由于牙齿和消化系统的问题 往往偏爱软烂 易嚼的食物 但这些食物有时营养并不全面 他接着解释道 比如 有些老年人喜欢喝粥 觉得容易消化 但如果长期以粥为主食 蛋白质 维生素和矿物质的摄入就会不足 而且老年人的味觉减退 有时会为了追求口味选择高糖 高盐 高脂肪的食物导致营养摄入不均衡 那该怎么办呢 张大爷问 王医生回答 关键是要保持饮食的多样化 合理搭配膳食 可以通过食物的颜色来判断 红色的蔬菜水果富含维生素C和胡萝卜素 绿色的蔬菜富含叶酸和钾 黄色的水果含有丰富的类胡萝卜素 不同颜色的食物有不同的营养成分 多吃各种颜色的食物 营养就比较均衡了 张大爷恍然大悟 原来如此 以后我得多注意这些 王医生点点头 是的 老张 你看 健康饮食并不难 只要注意多样化 尽量少吃那些高糖 高盐 高脂肪的食物 就能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 从此 张大爷在饮食上更加讲究 身体也渐渐好了起来 老年人随着抵抗力的下降 患各种各样疾病的风险也大大上升 因此 日常除了坚持锻炼外 饮食方面也要特别注意 只有优化饮食方案 才能保证能摄入充足合理的营养 同时避免不健康饮食 对身体的危害 从而言年益寿 医学专家建议 老年人应该做到多吃三种食物 一 牛奶 牛奶本身的营养价值是很高的 它与人类的营养 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人们出生一直到老年 牛奶总是在影响着人们的健康 因此 不仅对于孩子而言 老年人也要养成经常饮用新鲜牛奶的习惯 可以为身体补充钙质 增强骨骼 帮助人们远离骨质疏松 让身体更加强壮啊 四肢更加灵活 另一方面 人们随着年龄的增长 可能会出现食欲下降 牙齿脆弱 或者是口干等症状 而新鲜牛奶作为营养的来源之一 不仅可以补充钙质 还能补充蛋白质 以及营养物质 液体维生素 也是老年人维持健康 所必须的物质 老年人适当地饮用牛奶 也可以调节神经 提高睡眠质量 随着年龄的增长 消化系统可能会变得不那么活跃 因此 老年人可能会出现口渴减少的症状 经常忘记为身体补充水分 从而对人体的血压 和消化系统造成不良影响 容易出现排便困难等情况 这个时候 适量的饮用牛奶 不仅能够补充营养 还解决了老年人补充水分的需求 二 绿色蔬菜 绿色蔬菜 作为人们日常饮食中 不可或缺的食物之一 对于老年人而言 也是十分必要的 因为这类食物 不仅含有大量 对于人体消化系统有益的纤维 以及各种各样的维生素 还能够帮助老年人增强体质 因此 建议50岁以上的人们 在日常生活中要多吃蔬菜 为身体增加纤维 将身体的有毒物质 及及时地排出体外 能够有效地帮助人们 降低各种各样疾病的风险 而且 绿色蔬菜中含有的大量白塔胡萝卜素 能够刺激肠蠕动 预防人们出现排便困难的情况 三 豆腐 豆腐营养成分丰富 对人体健康十分有益 豆腐还非常有效地支持疾病的预防和治疗 豆腐是由不同种类的豆类 绿豆 黑豆制成的产品 但主要是大豆 它因其优越的特点 而成为许多人喜爱的菜肴之一 易消化 营养丰富 易于加工 价格便宜等 其中主要是豆腐中的蛋白质含量 它将有助于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水平 并有助于对抗衰老迹象 此外 豆腐还含有钙质 有助于骨骼保持强壮和柔软 因此 请注意在老年人的日常菜单中添加豆腐